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陈叶呀 在之前就逃过好几次婚 她和小影的感情也已经结束了 不知小影是不是心存旧念 但是管瞳的存在已经足以让她放下过去 倒是陈叶这小子忘不了过去 大家看到这样的情节 是否也会想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当我们的感情进入到新的时期 我们就要和过去说再见了 生活总是要向前的 无论当时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无论是对是错 还是要放下的 大家都有自己处理过去感情的方法 就像剧中的小影和陈叶 他们也要对彼此好好地说声再见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情愫 一起观看这一期的乡村剧场 视频道有办公咖啬 ック最把描彂�提醒 你的��勉址 对 深 pretend 勇用 甚至 关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了什么事了叫人家给甩了 我 顾小影 你说我们家管彤是不是应该找一个 乖巧 懂事 听话 尤其是要清清白白的女孩 当老婆比较好 大姨 您听我解释啊 陈一叶呢是我的前男友 我跟他谈过恋爱 那分手也很正常嘛 我也没瞒过管彤啊 你那哪是谈恋爱呀 你都要跟人家结婚了 东西都置办好了 新郎跑了 拉管彤当踢步 你这事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不像话呀这 你说你长得不错 工作也做得不错 你怎么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我还有事呢 您自己慢慢喝吧 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行 不就是早翻脸吗 翻脸就翻脸 谁不会翻脸 您好 请买单 买什么的 没钱 结婚不结 什么 我可是深思熟虑 才说出这话的 你看看你那表情啊 比谁都冲动 还深思熟虑谁信呢 我冲动 我冲动还不让大姨给逼的吗 干吗呀 有那么挑事的吗 真以为咱们娘家没人是吧 真以为小瘾嫁不出去是吧 说什么呢 现在娘家人跟婆家人的关系闹得够僵的了 你这个娘家人别倒大了行吗 你不是娘家人是吧 你就是立场不坚定 关键时刻不懂站队 你懂站队 娘家在乎你什么心态 什么叫不结了 结婚证都领了 你是不是特希望他俩离婚呢 我只是说婚礼不办了 我什么时候说让他们离婚了 你闭嘴吧 行我闭嘴你张大嘴来 你说点说点有的我听点来 行了别吵了 有完没完啊 能不能不说气话 现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矛盾 别互相指责 省得以后落下病根后悔一辈子 都是那个大姨 他来了以后 现在又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要早走得了 你说得容易 人家大姨现在 就抓住小姨的小辫子了 说不定啊就小题大做 拿晨叶这个事儿 逼小姨去乡下结婚 你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心情都已经到了冰点 总统会的这些文件 抓底时间给客户都发下去 让他们赶紧地签署一下 还有那个追记 宛彤 我告诉你啊 你那媳妇今天是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大姨 你怎么来了啊 这种木屋长辈的女人 不配接我们关家的门 大姨 小颖就是有点孩子气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不往心里去 不代表你爸不往心里去 我说你是哪不好的 你是长得丑了 你还是没本事了 凭咱们的条件 什么样的女孩你找不着啊 非得给人当个垫背的 你过来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顾小颖 以前差点跟别的男人结婚 你怎么知道的 你知道啊 那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这样的女人你都敢要 大姨 小颖现在是我妻子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啊 清楚个屁 你知道她跟人好了几年 六年都要跟人结婚了 被人家甩了 人跑了 你接上了 你当这儿精力赛啊 大姨小颖的过去 我很清楚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你爸怎么想你也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你也不在乎 真以为搂着你老婆睡觉 就万事大吉了 难怪顾小颖敢跟我大呼小叫 可是就是你在后头给她撑腰 真傻假傻啊你 你非得等着人家给你戴了绿帽子 你心里才舒坦了 你才清楚了是不是 大姨 我告诉你啊 你大姨我风格不够高尚 你忍得了你大姨我忍不了 就冲她顾小颖今天对我的态度 不能让她进我管家的门 大姨我跟小颖已经领证了 你就踏踏实实 让我们过过安生日子行不行 咱不折腾了好不好 谁折腾啊 谁折腾谁啊现在是 你以为你领了证了 人家就跟你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可笑 背着你都跟别的男人见面了 什么意思 没事你别怕 有我们大姨在呢 只要谁阻挡你结婚的脚步 你放心 隔岔无论 刚才谁不让他俩结婚的 你先自问吧 我 你们说这陈奕 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偏要这个时候回来呢 她跟我说过 她想把小颖带回去 我呸 她把小颖当什么呀 一件行李啊 想中就中想拿就拿 她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非削她 等会儿削 叶儿 这陈奕回来跟你说什么了 也没什么 反正不管她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了 她说什么都行 关键她的行为就很欠销 我跟你说 她就是一代孙一神 谁沾谁倒霉 可不就是吗 现在想吃回头草 没门 六年跑三回 有这种人吗 就是那 行了行了 你们不要再说她了 这回真跟她没关系 你还帮她说话 你没事吧 至少我跟她好过呀 我不希望你们把她说得那么不堪 这陈奕回来的 管同知道吗 我还没跟她说呀 你不跟她说 不代表那大姨不跟她说 对呀 小颖刚跟大姨吵完架 大姨肯定找管同告状呀 这跟长辈顶嘴又私会陈奕 那管同不得报了 你以为管同跟你一样小心眼吧 她又不是不知道小颖跟陈奕的过去 过去是过去 她能接受过去 可是不代表她能接受 你跟陈奕还有联系 背着你跟老秦人见面 这事她告诉你啊 还什么都清楚 真不知道结婚这事 还有替补的 现在那男的找上门来了 你是打算继续替人家 把日子过下去呢 还是准备随时让人替换下来啊 赵卒又回来了啊 山泰igg怎么啊 事态很严重出什么事儿了 我看见不该看见的人了 谁啊 陈毅 这小子就蹦穿了 他在哪儿我非揍死他不可 这不是关键不是他揍死谁的问题 他跑到小颖大学门口去赌小颖去了 大爷 你没看过什么 没有 我带他走了 让开 那就行 不过也没事 看出来又怎么了 谁还没谈过几回恋爱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是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这哥正常人都能够想清楚 但是关键这位大爷他正常吗 再说了 还有个最关键的事呢 二月十四号 二月十四号 本来小颖应该跟陈毅走入婚姻殿堂的 结果这一天二月十四号 小颖去跟管同结婚登进去了 是吧 这要让这封建迷信的大姐知道 那她还不得怪咱们小颖 说难忘旧情人了 以为管同是小颖的恋物品呢 出什么事了 听见了 等 等 等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你最讨厌雨天 而且从来不带雨伞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在校门口 你临城落落汤鸡 然后给我打电话 埋怨我为什么不来接你 其实一直没跟你讲 那天我接了一个 作曲的工作 他们临时把我换掉了 我一生气 就把接你这事给忘了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当时没告诉我 那个时候 自信金对我而言 比什么都重要 但现在不一样 去了一次卢姑湖 觉得什么都可以放下 走吧 送你回家 来接小影 是 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我 小影是我太太 要有人关心她 我都会表示感谢的 我关心她 不是因为她是你太太 分开了 还能这么贴心地 送来一把伞 小影 我替你感到高兴 你过去六年的感情 没有拜拜的付出 既然有人来接你了 我也就没什么用了 那我就先走了吧 以后再联系 再见 再见 今天不是我让她来接我的 她以前常常来接你 管彤 我不想骗你 很多事情 可能是烙印太深了 就比如说刚才 她搂着我的肩膀 给我打伞 我想到了以前 真的很难忘掉 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我会比她给你一个 更深的烙印 把你的过去 全部给覆盖掉 大爷 大爷 你这是去哪儿啊 大爷 你这上哪儿去 回家 怎么回上家了 这婚礼在哪儿办 不是还没商量好吗 还婚礼呢 婚什么礼啊 告诉你们 你们这顾小颖儿媳妇 我们家不要了 不不不不 凭什么呢 凭什么 凭什么不要小颖了 你说凭什么呀 2月14号什么日子呀 是我们家小颖 跟别的男人结婚的日子 凭什么呀 你们家顾小颖被人甩了 就在我们家管彤接着 你们这家人 可真是不要脸哪 你站住 你居然 你居然偷听 这什么人品哪 幸亏让我听见了 我们家的管彤 知道了自己多少委屈 丢人 这说什么呢 你这说什么呢 管彤怎么委屈了 是你们家管彤 死去拍来追的 我们家小颖 我们家小颖失恋以后 她跑得路姑姑去 是管彤 死去拍来追到哪儿 非要跟我们家小颖好 我和她爸爸死活是不同意 我们死的心都有了 管彤怎么着 天天守在我家门口啊 是她求的小颖 她非要娶的小颖 她非要跟小颖结婚的 行了 你能不能少吃两句 边活上交友了 我 行行行 听我说 听我说 大姨啊 我们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我们只是觉得年轻人 你说 谁还没有个感情经历啊 只要他们互相没有隐瞒 互相都明白这个事 谁也不去怪罪 我们当长辈的 都不好干涉啊 听什么不干涉啊 我们家可没你们家思想心潮 凡事从流的理在先吧 你们家故乡也亏欠我们家管彤在先 是不是 现在当弄的我们管家亏欠你们家一样 婚礼不在老家办吧 也就算了 今天还对我这个当 当长辈的大呼小叫 就这样没叫养的孩子 这样的儿媳妇啊 不要 不要跑 大爷 你说的是吧 不要也罢 散伙 你胡说什么呢 这半天是不是就他在说话 你让开 别瞧不起人 我们家小野 昨天脸的结婚证 明天我们就去领离婚证 照样一卡车的人 追着我们家小野你知道吗 你看看你看看 什么态度你 什么态度 你别瞧着我 别瞧着我 大爷 别瞧着我 就这件事 我跟你老婆想一块去了 什么 散伙 太疯 大爷 哎呀呀少说了 大爷 大爷 您别走啊 大爷 张嘴 吃了我的东西就要老实交代 你今天那样是不是有预谋的 预谋 来接我 一定是有预谋对不对 我就知道 刚才那一面 简直是太像拍偶像剧了 要我妈看到了 一定会激动地昏过去的 我告诉你啊 我妈就喜欢那种 又霸道又深情的男人 我霸道吗 相当的霸道 虽然你的语言吧 表面很温柔 其实你的表情已经写露了六个字 顾小颖是我的 你说以后咱俩的日子 要天天地这么开心 该多好啊 为了咱俩结婚的事情吧 那些长辈已经到得不可开交了 咱俩现在经常也闹矛盾 其实我心里嘛 真的挺难受的 我有预感 我们的婚礼 肯定会在他们的斗争中牺牲了 小颖啊 我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特别的内心 不是不是管头 你误会了 其实在我这儿 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 我大不了不办婚礼呗 把九十一退 还能省一大笔钱 然后等你有空的时候吧 我们找个地方去旅行 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对不对 其实最近文博会这事 忙得我焦头烂额的 恐怕这次我连给你个蜜月的机会都不行 不过我保证 以后我一定要带你去 小颖 你最想去哪儿了 鲁骨湖 因为那是咱俩定情的地方 好 选一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一定要再去一次鲁骨湖 那就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说要等一年 等啊 这个值得等 你说要照平时吧 咱俩去哪儿旅行都行 可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觉得一定要顾地重游 才会更有意义 想一想都觉得挺期待的 对了 你知道什么叫金婚吗 结婚五十年叫金婚吗 那结婚一年叫什么婚 一年有说法 当然有了 听顾小颖为你解说 婚姻中的每一年都有一个说法 结婚一年叫止婚 止婚的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年的婚姻 是非常的脆弱的 就薄的吧 像纸一样 非常容易破损 所以老公 我们一定要努力 让我们这张纸 成为一张牛皮纸 扎扎实实地 让我们的婚姻进行下去 有没有信心 有 那就为了我们的牛皮纸婚 我们要重返 颅骨湖回忆 我们相识的每一个片段 然后展望未来 拉钩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喂 老爸 我可跟你说 事先声明啊 追得回来追不回来我不管 反正这个大姨 不能再在咱们家待着 而且不能在我面前再出现 我见到这个人 我血压就翻了好几番 年纪大了 受不了啊 依你的意思就是 老死不想往来 谁也不认识谁 这亲家也不做了 谁要跟咱们做亲家 是吧 你没听人说吗 人嫌弃咱闺女 关键是管同不在乎就完了 是管同和小影结婚 又不是她大姨 你跟她大姨在这儿 较劲得没完没了 最后倒霉的不是小影啊 我要早知道 他们家人都这样 我跟你讲 当初啊 你就拿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不会让小影出去 跟她谈恋爱 我跟你说 就在这个婚礼这个事上 你只要别太较劲 让一步海空天空 大姨 大姨 都是我的错 您别跟我生气了好吗 别赖这套了 装什么好人 大姨 我知道我不该 冲您发脾气的 我错了 我跟您道歉 咱们先回家好吗 我不回 大姨 你别生气了 你跟我们回去吧 我们很担心你 你说你现在说过年的话 有什么用啊 你跟你妈一个样 就没把我这个大姨 放到眼里 我妈是脾气不好 但是大姨 她真的不是针对您的 大姨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回家 然后坐下来 好好地商量一下 小影什么呀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呀 顾小影 我告诉你 你进不了管家的门 我不会让你踏进 管家一步的 我们管家呀 伺候不起你这样的媳妇 管童 刚领了结婚证 还没办婚礼呢 趁现在机会 赶紧把婚礼了 以后啊 桥归桥 路归路 各走各地扬官大 大姨 大姨 小影 你去旁边待会儿 我跟大姨说话 大姨 我已经正式决定了 取消婚礼了 爸那边我会打电话告诉他 请他谅解 我现在看出来了 你是什么事你都敢为他做呀 怎么了 就这么任人摆布心甘情愿 我就是心甘情愿呐 小影是我的选择 她的好与不好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你跟我爸的感受 我当然会顾及到 但我更不想让小影为难 我也想让你们好好地相处 但是我发现这做不到 我知道 你跟我爸对婚礼有意见 但是如果说你们接受不了 小影的过去 那我也会去坦然地面对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这是我的选择 没有人可以改变我 关彤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懂事啊 妈 你妈死得早 全村人都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听说你要娶媳妇 全村人都高兴得 像自己要娶媳妇一样 你现在为了她 你说一句取消婚礼就取消了 对得起谁呀你 放高 我知道 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乡亲们 可是大姨你也看到了 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来考虑问题 有谁也考虑过我和小影 我和小影就是想开开心心地 把这婚礼办了 然后踏踏实实地过我们的日子 怎么就那么难呢 怎么就闹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 那是你选错人了 你娶错媳妇了 她就是我想要的 顾小影就是我的选择 大姨 你从小看着我长大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 我做决定的事情我不会改变 大姨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自己 亲生的儿子一样看待 就不要难为我 不要难为我和小影 好吗 大姨 放开我 大姨 你进来 大姨 你进来 大姨 我 你这车都没了 跟我回去吧 我今天就是睡在马路上 我四也不回去 就这样 我就被轰住来了 连管童都跑来责怪我 害我没赶上最后一班车 我现在住旅馆里呢 管童把你放在旅馆 就不管了 他倒是让我回顾小影的家 但我能回去吗 我受那么大的气 我情愿饿死磕死在这儿 我也不能再见那个家的门 做得好 咱们别的没有 就是有骨气 城里人怎么了 城里人了不起了 这样的亲家 我还不稀罕呢 姐夫 对不起啊 我没能完成任务 但是我尽力了 你说我现在弄得里外不是人 连管童都生我气了 他凭什么生你的气啊 你是代表我去的 他生你的气 不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吗 你说我一提婚礼的事 他们就给我顶回去 我一提婚礼的事 他们就给我赌回去 那顾小影 为了两边不得罪 你这想出一什么招吗 取消婚礼 取消婚礼 取消啊 好啊 这门亲事 我还不答应呢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儿媳妇 对 姐夫 我跟你说啊 还有一事 就这顾小影啊 你行了 你别说了 你告诉管童 她要是不回来 我就跟她断绝父子关系 姐夫 你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没说呢 挂什么电话呀你 对不起 傻瓜 干嘛说对不起 过分的是我大一 我也没想到 恩她来了之后 事情会演变成这种 是你 管童 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在海边认识 你没有去卢谷湖 也许你会比现在快乐得多 后悔认识的话 后悔结婚的话 我以后不愿再听到 如果 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也不要退色 站在我身边就好了 可是你大姨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他一定会告诉你爸的 他们还可能接受我 这个儿媳妇吗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除了双方家长 他过于坚持之外 我的态度不明确也是原因之外 我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总想把双方的家长都安抚好 但其实这样反而适得其法 总之 我做决定了 我们在深圳举办婚礼的计划 不会改变了 我们先安安心心地 把婚礼办好 剩下的事情 我逐一地去面对 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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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刚开会呢 接不了电话 你有事吗 你大姨让他们赶出来了 爸 您误会了 误会 你丈母娘跟她吵架是误会吗 她现在住旅馆呢是误会吗 你媳妇的家人不同意回来办婚礼 是事实吧 你大姨现在住旅馆呢是事实吗 这么多事实摆在面前 你还敢说误会 爸 我承认 婚礼的事情我没跟你好好沟通 是我的错 但你也不能让大姨来我这儿闹事啊 大姨她根本就不给商量的余地 一定让我和小颖回老家 她这样的态度 小颖爸妈那儿怎么能接受啊 你别把屎盆子往你大姨身扣 她去深圳是我派去的 他们对你大姨不敬 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爸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别废话 你到底回不回来 不回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回来 你就永远别踏进管家村 爸 我不踏进管家村 我一样是您的儿子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就算你们有多么不喜欢小颖 她也是我选择的结婚对象 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深圳的酒席我都已经定了 亲戚朋友 单位领导我都通知了 这个婚礼没办法取消 但是我答应你 一旦有时间 我一定带小颖回老家 给您办一次婚礼 那个时候您对我要打要骂都可以 但这一次 爸 就请你成全我 让我踏踏实实地把这婚礼办了吧 爸 我这儿正忙着呢 先不跟您多说了 我回头再打给您 爸 妈 我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待在这儿不舒服 我回去躺着 你都躺一天了 也不怕躺出病来 躺能躺出病来吗 我都被气病了 我还是躺着去吧 妈 您别说话阴阳怪气的 以为我们听不懂啊 听出来好啊 免得 有的人说我出口伤人 再得罪了谁 你们在谁闹个离家出走之类的 我可担不起那阻碍 妈 对不起 我替大姨向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 双方都有错 各打五十八板 我有什么错 啊 顾小姨 我有什么错 我未来未去 我跟人争来争去 是为谁 是为你 我眼里不揉沙子 我不能让人家说我女儿一个不责 有错吗 管同 就为这个 我气成这样了 我为你生气 你倒来说我不好 哎 顾少全呢 这女儿是不是当初抱错了 是我亲生的吗 哎呀 妈 我谢谢您站在我的立场替我说话好吗 可是麻烦您能不能替管同想一想呢 您对大姨生气 有必要放在管同身上吗 管同这两天已经够为难的了 是啊 小影说的没错 你说人童童招谁惹谁了 你在这儿跟大姨不停地吵架 童童就跟那个馅饼似的夹在中间左右都不是人 什么意思啊 你 你们都是好人是吧 就我不是人是吧 我说错话了是吧 我得罪大姨了是吧 哎 我问你管同 当初决定在深圳办婚礼是不是你同意的 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们是不是都依了你 怎么你的家里人一来这么一闹 你就没主见了 啊 你就乱了套了 就成了我们都不是了 爸 妈 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 我也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把小影嫁给了我 感谢你们对我的包容 给我机会 让我照顾小影 但是我真心地希望你们也理解我爸和我大姨 毕竟都是为人父母 都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其实不瞒你们说 把婚礼放在深圳来举行我心里也不踏实 我母亲去世的早 我爸在外边打工挣钱 都是村里边的乡亲们给我饭吃 给我洗衣服还轮流地照顾我 打小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记得我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天 他们比我还高兴 就像自己孩子考上大学一样 学费也没了着落也是他们帮我凑的 所以后来我爸一直对我说 一定要记着这份恩情 我真的特别理解我爸为什么一定要在老家办这个婚礼 不是要争一口气 就是为了想接这个机会好好地感谢他们 敬上一杯酒 让他们也能分享我的幸福 我知道每个人的初衷都是好的 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爸 妈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 那你干吗不回去办呢 在深圳举办婚礼是我的承诺 既然是承诺 不能反悔 其实我仔细地想过 恩情以后还有很多的方式去运还 但是对你们和小颖的承诺这是我的责任 我必须担当 管头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爸 妈 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好吗 不行 爸 我妈刚闹完你又来了是不是 你不站我这边的吗 不要关键手掉链子好不好 回老家办婚礼了 顺便也报答一下你的那些父老乡亲 不是 还顾少全 你闹什么我跟你说这事 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家小事你说了算 大事必须听我的 这个事就那么定了 深圳的婚礼取消 所有的亲戚朋友 我去向他们做解释 等他们两个在老家办完婚礼回来 我带着他们挨家挨户 向他们登门谢罪 你关个门那么大动静干什么呀 我这算动静大吗 比起你们的决定 我的动静简直太小了 接着 给我 这动静算大 你们这才叫动静大呢 这怎么说着说着婚礼就回农村去办了 就这么轻易就决定了 这是翻手为云 拂手为雨啊 生生把我从天上啪就给摔到地上了 我什么感受啊 行了 你小点声吧 回头再让小影和童童听见了 听见又怎么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整个就是一出闹剧 这里面唯一的悲剧人物就是我 你们现在都欢天喜地了 只有我在哭 是吗 你自己都知道这是一出闹剧 是闹剧就尽快地结束它 这不才是最明智的决定吗 我知道你不就是 气我没站在你这边吗 是 你告诉我怎么站在你这边 是咱们俩高兴重要 还是孩子高兴重要 你说就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为这婚礼在哪办 已经弄得鸡飞狗跳了 以后再这么下去 就甭说这个婚礼了 我看小影连婚也帮接了 你 你不是天天盼着咱闺女高高兴兴 披着婚纱当新娘子吗 这不就是换个地儿吗 婚礼也办了新娘子也成了 你不就看见了 这可好 婚宴都准备好了 饭店也订了 情节也发了 那么多亲戚朋友都通知了 我这脸往哪放啊 我 没关系 我去一个一个跟他们说 一个一个解释 你脸皮厚 没事 我的脸皮呢 我脸皮啪就掉在地上了 我给你捡回来 好不好 你这时候还考虑咱的脸啊 你说咱的脸重要 还是孩子一辈子的幸福重要 哎呦我这怎么这么命苦啊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原则的老公子 又这么一个没原则的女儿这样 我还好啊 我这女儿的婚礼啊 行了 你就认命吧 要不然咱们是一家人呢 要不然你在咱们家是长公主啊 孩子大了 人家有人家的任何让人过去啊 咱俩呢 你靠着我 我靠着你 互相依靠 就这一辈子也挺好啊 顾少全 你真的认为自己是棵大树吗 你充其量就是一个树蹲子 树蹲子也挺好 累的时候坐上去歇歇脚啊 踏实 你的脸皮真的比长城还厚啊 我女儿的婚礼啊 不过了 白色婚纱呀我呀 行了行了 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乖 不闹了不闹了 行啊 要不咱现在再生一个 来不及了 没事 身体还行 看了这集 大家有没有被雨中这场戏感动呢 虽然陈夜的一些举动啊 让小颖回想过去 但是管同却说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会给小颖一个更深的回忆 她们两人的感情呢 是日渐升温 还谈论起了婚姻 刚好就谈到了纸婚 纸婚 形容第一年的婚姻呢 如同纸一样 非常脆弱 容易破碎 所以 夫妻双方要齐心协力的在一起 扎扎实实的进行下去 那 我们的主人公 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让这张纸变成一张牛皮纸吗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 之后的故事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